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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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受一下沙发 折叠椅 还是那个太师椅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好 来咱们看看大家的选择是 大部分观众觉得坐沙发 还有坐折叠椅是最伤腰的 是不是这样呢 先请出今天的专家 是来自于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科的周达军主任 欢迎 你好 周达军主任 欢迎您 先待会儿再请您落座 您看这三把椅子 我特别关心的是您平时常坐的是哪一把椅子 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平时是选这种椅子 当然我们家没有这种买不起 当然我们就选的是硬做的直角靠背椅 就是这种太师椅 对对对对 类似于这种椅 这个待会儿要听您慢慢地给我们来说一说 但是如果对应这个答案的话 最伤腰的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沙发 大家选的对吗 对 最伤腰的是沙发 就是沙发 对 是沙发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是很厉害的 正确答案是沙发 但你看刚才两位嘉宾坐完感受了一下 的确就是觉得坐在这个里边 腰是有靠的呀 这个是靠着腰 反而能给腰一个力量 这应该是最好的能够保护到腰的呀 怎么反而是最伤腰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是做了几个X片的 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先看沙发吧 你看沙发那个腰整个是弧形 所以说你这个靠垫呢 是个软靠垫 是软靠垫 这个情况下你的肌肉放松的 然后呢 就是说肌肉是弧形的 那么这个折叠椅呢 它比那个要直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么做的时候 腰要用点力 腰要用点力 那个肌肉啊 腹肌也用点力 它肌肉会稍微收 所以你看它会有点弧形的 那么这个状态呢 太石椅呢 其实呢 跟沙发有点像的是 它的肌肉都是不用力的 但是呢 你看 它有一个腰部啊 有向前的一个弧线 这个弧线呢 是正常叫腰的一个生理趋度 因为人的腰啊 在人的 就是腰骨 在人的位置相对偏厚一点 前面没有支撑 所以呢 腰朝前走了以后呢 人的整个重心就落在这个前面了 就实际上就落在这个 你看腰椎前面有那个大方块 就落在那个大方块上了 那咱们就这样的话 坐下来感受一下 你看刚才 他们都说坐这沙发是最舒服的 腰也有靠 您那意思 坐在这个椅背上 靠着 那腰是什么状态啊 这个椅子是把上半身朝前掰 腰自然就朝后完了 尤其是这个地方 没有支撑 坐时间上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力 就是很累 很容易累 但你看刚才两位都说了 坐这个沙发太舒服了 要我选的话 我也选这个 而且它这后面 您看 这个腰怎么就能变成像照片里面 那个S光的一种状态呢 你现在这个姿势 就是照片上这个姿势 整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轻角 斜靠着 你看这个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轻角 就是斜过来 然后整个腰椎这块就掉下去了 就是现在我这个坐姿 五号就是那个状态的 但是你会觉得 这个地方 腰是舒服的 就实际上你的这个肌肉啊 放松了 你就觉得腰很舒服 那后面有一软垫子 这不是能给它撑起来吗 这不是靠着挺舒服的吗 这软垫子 它就是软垫子 你都说它就是个软垫子 撑不住的 比如说一个大客厅当中 又有沙发 又有这太师椅的话 估计没几个人 疯一屁股就坐在这开湿椅上 肯定都像他们俩似的小沙发 因为这坐着确实 这脚还得 这也没地儿搭 这手还得这么放着 这后面也没靠的地儿 这怎么就对腰好啊 特别你看啊 它主要是要保持这个重力啊 主要是这个整个重力线 刚好落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压墙 这个地方面积很大 这个地方面积很大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地方面积越大 压墙越小 所以它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感情坐这样的椅子 咱们必须这个没依没靠的 扶在这儿 然后反而是让我们 必须要紧胸抬头 就这种状态下 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 保持一种紧张的状态 对这个腰抬能够有好处啊 但你看刚才 其实咱们说了哈 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 每个人的姿态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在坐的时候啊 哪一种姿势 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腰啊 看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对应的是 哪一种坐姿会伤的腰呢 是靠着椅背坐 翘着二郎腿坐 还是正筋威坐 您看哈 刚才咱们提到了 靠着椅背坐呢 大概就是这样了 你看 这种状态啊 翘着二郎腿就舒服一点 这样啊 正筋威坐 那就得 哎呀 一把一眼的 这样做 好 那到底哪一种容易伤到腰呢 现场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但很多人喜欢翘啊 对啊 你就换着翘腿 这样子多舒服啊 你开会时候不会这样啊 你们这二郎腿翘的还是太 太淑女了 太淑女了 一般二郎腿怎么翘呢 没有你这么翘的 这男子怎么翘 这简直就是 二郎神翘一个 就这样的就是那种 这种翘法 它一定伴随的是你整个全身的这种放松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啊 超过一半的观众觉得翘二郎腿是最容易会伤到腰的一种姿势 是不是这样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常见的坐姿为何暗藏隐患 重量 这个地方常常也摆了 然后这个腿是有重量 哪些习惯会伤了腰 哪些做法能锻炼腰 健康之路 方便调理 腰平的反倒 进行收看 欢迎大家回来 这老人家常说啊 你要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那咱们要说到这个健康的话 不光要有一个坐向 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坐姿 那我们看看 会伤到腰的这个坐姿 你以后要避免了 就是 小二郎腿 大夫你过来 你刚才不是说 有两种二郎腿的 摆放的姿势吗 对 像你们这种呢 二郎腿 你坐这个椅子 我坐这个 这个刚才就像小记那样的 演示的大家归宿的感觉 这样是绝对不会伤到腰的 对 他说这种不会伤到腰 只要是保持这个位置 就会有问题 这样小的也会有问题吗 一样一样的 不是 我保证腰是直的 正经没做的 不是保持的 腰是直的 对 我明白 你现在摸摸你的屁股底下 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 再摸那边 那边 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夫 这边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 那边是实的 这边感觉好像两边大小 都不一样的 真的吗 对啊 你翘起来这条腿 它屁股底下是空的 你这个腿一翘起来 就是这个小腿朝这边走了 把大腿向外面掰出来了 把朝外掰出来以后 它这个是一个重量 这个地方朝外掰了 然后这个腿是有重量的 它这个地方是个支撑杆 支撑杆 就像个杠杆一样 就把人家扔起来了 对啊 那对腰的会有什么样的签点呢 你的这个骨盆就歪了 骨盆就歪了 还是吐子 骨盆就跟那个骨盆上面种小树一样 花盆以外那树肯定是歪的 哦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骨盆是一个大的支撑 对 骨盆就是底下那花盆 就是坐姬 哦 明白了 就是那个底座 哦 腰在上面种了一棵树 腰在上面 就感情这一个小季节就把我们的骨盆弄弯了 你这花盆一弯上边那树肯定是歪的 好 咱们先请大侧回到侧位上 好 那这个图片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 这就是 这个是翘二郎腿的状态 两个都是翘二郎腿的状态 哦 前面这个前面那个大腿啊 把那个X光挡住了 你看这个就跳特别高 就是你刚才那个不舒服的那条腿 翘过来就会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脊柱都是歪的 两个脊柱都是歪的 哦 脊柱都是歪的 还真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尤其是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放松的动作 却给我们腰带来伤害了 孔曼你看你们开会时间长 有没有什么缓解这种疲劳的办法 我倒是觉得 这种脚的动作 第二个就是我们开会当中 但是开会可能不太雅观 但是我在家里头 比如说我有可能也意识到了 白天坐的沙发时间太长了 我回家也直着坐着 找一个硬板那坐 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也找个硬点的椅子坐 但是我那个腿不舒服 也不能翘 翘着也不太雅观 我就拿一个小凳子 放在那个电视机前面 然后坐到我那个凳子前面 然后把两个脚翘在上头 这样我会觉得特别特别舒服 这是在卖萌吗 不是 这感觉就是这样你坐着的时候 然后脚底下是这样抬起来的 有个东西垫着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平着放在茶几上 或者是就我们现在这样 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 台下导演很体贴 就搁了个小凳子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腿特别舒服 至少我会觉得有着落 对对对 有着落了 这样子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吗 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它一个正好的方法 它就是说 你上半身和大腿是90度 大腿和小腿也是90度 那么你一翘起来以后 这个姿势就变了 这个姿势就变了 你会觉得舒服 就是说你会觉得舒服 是因为 这样大一个小趁 这样这样不行了 对对这样 对对把翘起来以后 这个这个角度啊 就就不好了 这样角度觉得舒服啊 是啊 这个角度你会觉得舒服 因为人坐的时候啊 血液从心脏下去 然后从脚上在回流的过程中啊 它受重力的影响 这个受重力的影响啊 就是时间一长啊 它就会淤积的下肢 那么我们讲坐飞机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坐飞机时间长后 整个脚都提不起来 困重 甚至有时候你脚会肿的 对啊 那么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这么一跳 翘起来呢 它回流的 回流就没那么难了 它对重力的 对它影响是减少了 那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这样一做呢 你的腰的姿势就偏了 这样对腰不好 对这样对腰不好 腿好腰子不好 对对下肢静脉的回流好 所以你会觉得腿很舒服 那您这意思 咱现在明白了 就是我们下回选这个椅子的时候 就选相对硬一点的 对 坐起来没那么舒服 反而让我们的这个脊柱 能够一直挺立的 对对对 然后坐的时候呢 基本还得保持两个90度 对 这是一个90度 对 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90度呢 就是腿 这样 对对对 保持这个两个90度 我觉得坐着东西站着下 反正我通常都是 站在那主持节目一天下来 我真的就腰我就已经都酸得要命了 就特别想找人给我揉一揉啊 捶一捶 那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姿势吗 你站一会就要走两步 站一会就要走两步 这平时都不走 就一直这样站着 站整整天 那你当然会累了 还要捧直着站着 真的很累 你看站着的时候 人的整个的肌肉 全身的肌肉都是用力的 时间长会它会累的 它会疲劳的 那也会伤到腰是不是 不管是坐还是站 时间长了都会伤腰 所以人家老话叫 好吃不过饺子 舒服不过躺着 最好是躺着 然后呢 全身的肌肉放松 骨骼也放松 就它不承受重量 你只要站着 时间长了都不行 就是总是保持一个姿势的话 无论是坐着站着 总归还是会伤到腰的 经常活动活动有好处 那刚才既然提到了 得活动一下腰部 才能够有利于我们腰部的肌肉 和骨骼的健康 那接下来呢 就让何家博士带领着大家 一块来动一动 邀请何博士 好的小弟 那长时间的保持坐姿啊 对腰确实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 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个 锻炼腰肌 强壮腰身的这样一个操啊 我希望呢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锻炼 我们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 慢慢地调整一下呼吸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好 现在呢 两手插腰 我们先要做一个前驱和后仰的动作 前驱的时候呢 我们要身体尽量往前探 我们要想象一下自己的腰呢 要塌下去 就像什么呢 大家看过这个非洲的肺肺 这个腰塌下去 屁股呢 要撅起来 臀部往后翘 往后双方翘 然后头掠仰 往后仰 好 然后起来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小腹部往前送 腰往后仰 再来一次 好 前驱 注意啊 臀部要往后双方翘 腰要塌下去 好 然后后仰 把小腹往前送 哇 大幅翩翩的感觉啊 好 再来一次 往前 后翘 然后往后仰 非常好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来旋转一下这个腰身啊 这个感觉 大家肯定看过这个夏威夷的草裙舞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做的呢 和草裙舞差不多 我们两脚呢 略微的再往旁边站一个脚掌的位置 也就是比肩略宽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是保持上身直立 然后呢 用腰来旋转 我们先做逆时针 上身直立啊 不能不能跟着这样晃就不行了 上身直立 晃腰 顺时针 那么这个动作呢 可能有些老年人做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我看到好像在座的阿姨们做的都挺好的 可能经常跳舞啊 速度呢 可以由慢到快 我们可以感觉一下整个腰部的周围的肌肉呢 都是不断的收缩 然后放松 这个动作呢 不断可以锻炼到自己的腰肌 而且呢 对这个鞋内部的牵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换一个方向 顺时针 顺时针 好 幅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幅度大一点 使劲的 对 但是上半身呢要保持直立 我们可以用手啊 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腰肌啊 腰部的这些肌肉 都是在有节律的收缩和舒张 那这个是旋转腰部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要做一个转身的动作了 那么在转身的时候呢 我们两只手握成空拳 然后呢 待会儿呢 我们要顺势的这样 打在自己的小腹部和尾椎的这个位置 这样打 对 先练习一下上身的这个动作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腰的旋转啊 配合起来 好 先往左边 右边 左边 对 右边 那么大家转的时候呢 注意啊 这个头就要跟着顺势的往两边 如果大家有这个能力的话呢 头还可以尽量往后转 看到自己的后方 对 非常好 看到自己的后方 但是啊 膝盖不要弯 膝盖不能弯 腿要保持直立 那么这个动作做一会儿呢 可能肩膀啊 会觉得有一些累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不打自己的小腹部和尾椎了 让这个肩膀呢 顺势的甩动起来 好 现在往后 往右 往左 往右 往左 大四方 你做的不对 脚跟不能离地啊 整个的脚掌要和地面接触 而且呢 这个腿要保持直立 那么这样呢 腰部的旋转的这个幅度才比较够 最后一个动作呢 非常简单 但是呢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就是伸揽腰 这个懒腰伸的时候呢 大家要让这个幅度啊 变得非常的大 大家平时怎么伸懒腰的 伸一个我看一看 啊 啊 好的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要带着大家伸一个大懒腰 怎么伸啊 我们先两只手抬平 然后使劲的往上 往上 拥抱朝阳的感觉 然后呢 往前 扑 像猫一样扑出去 大家要感觉自己的手啊 可以摸到前面很远的一堵墙的感觉 好 然后手收回来 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弓背 收腹的动作 好 直立起来 那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向后扩胸的动作 哇 头后仰 胸腔打开 哇 再伸起来 好 往前 使劲往前伸 低头 踏腰 然后攻背 起力 然后使劲的 扩胸 后展 哇 再往上伸 哇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要保持呼吸的均匀 往前 踏腰 往前伸 使劲往前 然后 攻背 起来 扩胸 伸展一下 哇 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这样一个动作呢 不光是适合老年人做啊 特别是这个腰肢不太灵便的老年人可以经常活动 那么就是对年轻人啊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家这个在办公室里坐的时间太长 起来锻炼一下 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好了 好 谢谢何佳博士啊 你看大家做完一下运动之后呢 马上觉得这个全身肌肉都很放松 尤其是感觉到这个腰背的地方的确是松快了很多 怎么就稍微动一动这块反应都这么明显呀 你看我们古人呢 很在意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 他们很早就已经告诉我们 深懒腰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它又可以养血 又可以养心 就是它可以改变人的整个姿态 也能改变人体 在一个短期的时间里边呢 改变人全身组织的供养 我是传统疗法中心的主人呢 我很在意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的本能 人的本能是什么 当我们累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动作 深懒腰 你深懒腰 它就一瞬间 对 我们都做这个动作 你会看到什么 腰肌收缩 背肌收缩 胸膜打开 胸膜打开 这是人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首先让腰肌得到一个收缩 它有很好的使用它 很好的锻炼 其次呢我们胸口打开 吸进大量的氧气 然后在这个活动中一瞬间 人的这个氧气呢 就已经充满充电了全身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腰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你先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腰肌 则在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们的腰肌呢 腰椎是靠肌肉维持的 你看这两张照片 这张是整个的背部的肌肉 你会看到中间是腰椎 周围都是肌肉 红色的就是肌肉 对 红色的都是肌肉 这张马上分解开了 你看 这是腰大肌 腰小肌和这个 这是卡腰肌 那么你看这是腰椎 你看它这一条拉锁拉下来 你每一个椎体都会牵一个肌肉 每一个椎体都会牵一个肌肉 一条一条像拉锁拉下来 一直固定到这 固定到这里是骨盆 这里是骨骨 就固定在两边下肢的这几块骨头上面 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稳定的效果 它特别像那个斜拉锁桥 没错 很像一个斜拉锁 全都固定在骨盆上 就像是我们的腰椎 然后这个拉锁呢 它斜在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椎体上拉一条锁 每一个椎体上拉一条锁 左右对称的 就能完成这个完整的 这个力学这个结构 那您看刚才咱们也强调了 坐有坐像 站有站像 那个坐的时候 一定要坐直了 对我们的肌肉 是有帮助的 这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对咱们的这个腰背的力量 也是有作用的呢 坐的运动是保护腰的 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那咱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些 有利于我们腰背力量的 好的运动 咱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要想锻炼这个腰肌 哪一种运动是最好的 有可能都适合 但强调的是最好 是倒着走 游泳还是扭腰个 全场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我觉得扭腰个吧 扭来扭去的是吧 就刚才我们做的科研操的 那个原理一样的嘛 这个伸展啊 整个身体都在运动 那我扭腰个也是啊 是吧 全身都能扭起来 那些关键都得到锻炼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倒是觉得倒走 倒是很好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小区里边呢 大妈们都基本不一样 天天倒走 而且边倒走边干嘛 就挺吓人的 其实有两次回家比较晚 就看他们那小区里走这样 就边倒走边鼓掌 然后我还以为是我的粉丝呢 但是一看 倒着走也没看见我就鼓掌 难道有提前预知的能力吗 所以我觉得 那妈妈事情那么好 一定是倒走走出来的 好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选择如何啊 接近一半的观众呢 选择的都是倒着走最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那好 那到底哪一种方式 对于腰背肌啊 这个地方是很有帮助的呢 我们看看答案是 游泳 其实呢 这三种活动呢 都是锻炼腰的一个办法 那么呢 纽阳格是来源于我们最早的舞蹈啊 它的一个动作就是 它动作幅度比较大 嗯 你会看到 在沙美那个地方 从小就开始锻炼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都是 四五十岁以后才开始练习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很大 整个腰椎和骨盆 有一个大幅度的旋转 嗯 嗯 如果你不是从小练习的话 那韧带没那么好 嗯 它虽然有锻炼作用 但是它也会有一定受伤的机会 咱们现在这个广场上 这个扭秧个人 不会像这陕北都都踪那样了 肯定就是比较小幅度的 所以就是已经 就是已经在改良 就是他们已经在改良 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就像刚才讲的 它的基本的构造是不变的 所以呢 你会觉得啊 可能四五十岁以后的那个动作 和五六十岁以后的动作 和六七十岁以后的动作 都会变 都会变形 为什么会变形呢 身体已经开始不适应了 嗯 那么就再讲那个倒走啊 倒走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动作 人的脚尖也朝前 嗯 人走路的方向 是和脚尖 脚尖的方向是一样的 对 这个是大自然规定的 嗯 但是大自然已经给我们设计好了 眼睛在前方 脚尖在前方 我们为什么要跟大自然对着干呢 就是像我就每周去游泳 我经常游泳 我在游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阿姨 那阿姨告诉我说 那个挖泳啊 对这个腰痛 治疗腰痛有很好的作用 我以前是狗袍 因为我没学过专药 我是狗袍 然后憋很久 忽然出来就吸口气这样子 他说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猛练那个挖泳 因为我的腰也不太好 游泳的过程中呢 水是有浮力的 嗯 把你的重量拖起来 把你的重量拖起来 把你的重量拖起来以后 人的整个肢体的受力都会减轻 嗯 然后呢 人就会很舒服 这样子有利益的锻炼 但是我在游泳的时候 因为那个游泳的水 有时候水温比较低嘛 有时候好像感冒受凉一样 我有次游完游泳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 打完喷嚏之后呢 没想到我的反应是腰疼 傻了 傻了 我还觉得 这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呀 我一直当感冒症 然后一腰疼 我也不知道 找不到病根 不是 你就打一个喷嚏 然后把腰给打散 你这么年纪新兴呢 你能把腰给打散 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 就是 你说起这些事都跟我有关系 他来北京之后租了个房子 准备那天来看我 早上刷牙的时候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呢 他那天起 他就得了非常严重的腰拖 然后数次进医院 花了好多钱这么多数 不 这事如果发生在老人家身上 我还能理解 你们都年纪清兴 你认识的那朋友 应该是 也是年轻人吧 对吧 怎么回事啊 对吧 不会就打 尤其年轻人打个喷嚏 能把腰给打散了 这个机率很 就是说我们临床上见的很多 就是因为打喷嚏呀 甚至还有包括刷牙 老人一起来刷牙 都会有这种一些问题 实际上打喷嚏呢 它的力量很大的 你看我前两天 刚从这个裁风中心过来 天空 裁风吃三级 但是呢 这个打喷嚏最高可以达到15级 那个中心的风速 是啊 您说我们打喷嚏这个速度 对 中心气 那个气体 那个速度 是 很多情况下 打喷嚏 大家做个打喷嚏的动作 深吸一口气 手段紧 脚段紧 全身收拾 喷嚏一个 对 这是一个打喷嚏的 最最常见的 全身用力 它是全身用力 而这个用力 是非常非常协调的用力 那么就能够把那个气喷出来 对 那就能把这个腰 这个骨头都能够给弄变形了 或者把肌肉都给拉伤了 如果你打喷嚏的时候 脸是正对前方的 身子是正的 它没问题的 就是说全身肌肉是纵向的用力 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 在打喷嚏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歪个头扭个腰 踢一下 对对对 发现没有 当你做这个姿势的时候 全身的用力 很容易出现这个用力的不均匀 双刀用力不均匀 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样子 腰 整个腰的这个 整个腹部这一块 只有腰一个地方 是支撑上半身肌肉的 支撑上半身重量的 所以只要你动的不均匀的话 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事 肌肉的牵拉 就很容易把腰拉坏 你看刚才咱们说 无论是您坐的这个椅子的选择 还有坐的姿势 甚至是包括运动的方式 不经意的小动作 很有可能都会给我们的腰 带来一些小伤害 那真的是您那个腰 已经有一点小问题了 经常的酸疼 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帮您解决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用的是药材 那哪一种药材 有强筋撞骨的作用呢 腰痛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选用 是怀牛膝 牛黄 还是水牛脚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一下 我蛮清楚这三个药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牛黄是解毒的 清热解毒 水牛脚跟牛黄气 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还是先选水牛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跟骨头挨边 可能是跟钙质啊 可以补钙啊 有点道理 好想的 但是是因为吃的吗 药材应该是吃的 不是来刮骨的药 当然了 没有入药的呀 所以先选牛脚吧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能对这三个药 有什么样的功效 不了解啊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我们观众是否清楚呢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 这个是怀牛膝 还有水牛脚 比较多一些 什么是怀牛膝 都不知道 可能很多观众都不太了解 这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哪一样对您的这个腰痛啊 有缓解的作用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突然闪了腰 原因究竟何在 头上手上扎两针 为何能缓解腰疼 爱酒按摩保健操 请中医专家教您怎样 调理腰疼 进行受惩 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 真的要是不腰疼的话呢 一定要加强您的这个腰肌的锻炼 那还有一些药材 也可以帮助到您 咱们看看 这个药材是 怀牛膝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因为吧 牛的膝盖骨 就比牛脚更是骨头 更在肉里边 所以它这种风湿之类的 制风湿啊 强筋状骨 肯定特别有好处 这都是牛的一部分 肯定是骨头啊 要么是骨头 要么是牛黄 就是结实 反正有一样 对 怀牛膝 中药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我先看这个怀牛膝 它不是这个 你看它不是这个骨头 它就是一种草药 它是植物吗 它是一种草药 一种植物的根 它不是牛的膝盖骨 牛没关系 所以说 它这个很毒老的药 在这个神龙板草经里头 就已经提到这个药了 它可以不肝肾强筋骨 那么在我们 我们平常上用的 它用的非常多 特别是腰腿病 因为它还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饮药下行 饮药下行 把别的药呢 也朝底下走 我们按中医的五脏学说来说呢 肾的位置是最低的 所以它带别的药是入肾的 那么牛黄我们都知道了 它是个轻而解毒的药 指牛脚除了轻而解毒呢 还有凉血的作用 那么它们都属于 牛肾上的一部分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叫 虽然它是植物 但是我觉得应该 是不是像狗尾巴草一样 它长得很像狗的尾巴 所以就是命名了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 它长得特别像 一种牛叫怀牛 它的膝盖骨 长得恰好是那个样子 所以叫怀牛膝 它就没见过 我拿过去一样 给它看看 这什么是怀牛 你先告诉我们 怀指的是怀庆服 是古代河南的一个地方 河南郊做一代 就怀山药的一个地方 对 一个产地 对 这个产地 我又不知道了 我们把这个叫做 道地药材 就是说它是这个药的主产地 而且呢 这个药 在这个地方产的 这个药的品质是特别高的 它在就像我们一个 像川贝姆 对 川贝姆 就是四川那个地区的 怀山药 都讲的是它都带有地名 道地药材 是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 那这个淮山药材怎么用啊 这看着像这个树棍一样 泡水喝也不成吧 你这嚼着呀 嚼怎么嚼啊 没用过以前 店没见过没见过 怎么湿怎么用呢 泡水喝吗 这个 长成这么样 这么难看 你尝尝呢 这个味道 你看它会有点点酸 有点点苦 所以泡水喝呢 它肯定不好喝 一般作为汤药 它作为配药里面用 那么自己家里头用呢 就泡泡药酒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用牛膝 杜仲和狗鸡子 然后再加酒 它就各用一百克 就二两 各用二两 然后配上两斤酒 两斤酒 配两斤白酒 就可以 这个能泡药 泡着十天二十天的 它药性就可以泡出来 就可以喝 一瓷小钟 那么你也可以外用 一般来说呢 有什么跌打损伤啊 甚至很多腰痛的话 用这个酒外涂也会有效的 这又可以喝 又可以外塌 来缓解这个叫跌打损伤 对对对 这个杜仲和狗鸡 为什么和环牛膝配在一起来用呢 杜仲也是补肾的药 就是说实际上这三种药 都是补肾的药 但是呢 这个狗鸡子有点养血的作用 因为它也是一个脚味剂 杜仲也是一个补肾 然后牛膝可以这个引药下行 对 我们这一般的牛膝杜仲 是临床中治疗腰痛 最常用的一种配物 这三味和酒泡在一块 多长时间才能够发挥药性 才能够喝呀 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了 十天左右 那还得泡一会呢 泡几天呢 我爸就是一个资深的 就像大妈们爱羊哥一样 我爸是一个资深的药酒爱好者 这个东西可以泡好酒 但是有什么讲究没有 有啊 我不知道你们老爷子 用什么来泡酒啊 用玻璃瓶呢 还是用大罐 用玻璃瓶 他看得见 他才有这种满足感 是啊 那个不好 其实最好应该闭光保存 就是说用那个桃罐来泡酒 会比较好 泡了大概十天左右 就差不多了 那么喝酒呢 就是说最好用这种温酒壶来 就是用这种温酒壶来 把那个热水浇在这个杯子里边 再把它放上去 这样他不会把它烧 温度太过 用这个杯子来 用杯子来喝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也不会太烫啊 也不会太凉 好 这样比较好 吃一件呢 应该是三钱 三钱 对 那就是三分之一杯 对 差不多 就是你不能靠这个来 对 不能靠这个来解酒馋 对 不能靠这个来过酒饮 对 这个喝多了会有什么反应 会流鼻血 不会流鼻血 挺多是高兴的到处乱跑罢了 那也不成啊 这个就是说你腰更好 腿脚好了 你才能够到处乱跑 最好热一下 最好热一下 它是助这个气血运行的作用 用温酒效果会更好一点 加热到什么温度比较适合 四五十度 四五十度就够了 最好热 最好热